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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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者 宿世也 即 过去世 俗称 前世者也 是很容易明白的 讲过去世 命者自生明 故宿命 即是指 前世 过去知多生 能知过去多生 所作的种种事恶 称为宿命通 因解药 是 借于 往 往就是过去 事成已经过去了 那叫做宿 过去之法 过去的法 过去的法 相逐 明为明 明是这个意思 于此 照之 无勇 明宿命通 意思 全部都是一样的 又 会梭云 为能知自身 为能知自身 一世 两世 三世 乃至 百千万世 宿命 及所作之时 是名宿命通 这个宿命通的意思 是看古代德所说的 就是 知道自己 过去生 这个说明 人的生命 是永恒的 没有生死 生死是指我们这个身体 肉身 肉身就有生死了 生命是永恒的 这样一般世间人 称之为灵魂 其实 灵魂是真有的 但它不靈 如果要靈 那就不会造业了 它还继续在造业 我见到它是不靈的 孔子叫它做迷魂 游魂 这个很有道理 它没有觉悟 它不能出六道 如果它觉悟了 它就不会叫 游魂了 不会叫灵魂 是叫做灵星 这是真的 永恒不灭 所以在四义性法界 称之为灵性 在六道里面 称它做灵魂 这个名称都不是一样 其实都是一件事情 迷悟 不同的称呼 真正将这件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了 肯定了 对于生死 这个恐怖就消除了 你就不会贪生怕死了 你知道 确实是没有生死的 在灵验会上 有一段故事 波斯力王 向释迦牟尼佛 请教 因为佛经上 经常说 我们这个肉身里面 里面有灵性 身虽然有生灭 灵性是没有生灭的 我们这个身体 哪一部分是灵性 凡是物质的 我们说是肉体 物质有生灭 灵性 真是没有生灭的 佛就用坚性 来做比喻 让他细心在里面体会 佛举了个例子 问他 你几岁 看到行河 释迦牟尼佛 一生 在行河两岸 讲经教学的时间 是很长 所以经常时时用行河 来做举例子 这个国王说 他三岁的时候 母亲就带他去赶庙会 婆罗门教的灭会 经过行河 知道有这条河流 第一次看过 他说你三岁所看的 你能见的 十三岁的时候 有没有变化 三岁和十三岁身体就变化了 大了 十三岁见 跟三岁的时候见 有没有变化呢 说能见的 波斯力王就没有变化了 他说十三岁到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到四十三岁 这个时候 波斯力王是六十二岁 你看人这个身体 十年十年那样衰老 有变化 佛说有变化的 回有生灭 就有生灭 你这个能见的 肩三岁见到 十三岁见到 到你六十二岁所见到的 你也是能见的 眼睛老花 老花这个时候 你的育眼有了问题 不是肩性 肩性没有问题 你看我们二姐 戴着眼镜又恢复了 我们总不能够叫眼镜见 还是自己的能力 说明见这个能力没有变化 耳也是一样 听的能力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就没有生没有灭 波斯力王就听明白了 非常欢喜 知道我这个生灭 身体里面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的是我 不生不灭的灵性 它在六道里面又会找到身体 这个六道轮回 所找的身体全都是假的 这个身体统统有生灭 从而你走到飞飞飞上天 这个天生还有生灭 凌生真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知道这件事情 就明白 六道轮回里面大概的一些状况 我们在这个世间 我们希望自己生生世世 生活都快乐 都安定 都吉祥 都幸福 能不能做到吗? 可以的 要怎样做呢? 随信性德 什么叫性德? 佛家说的十善就是性德 戒律、威仪就是性德 这是自然的 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发明、建立的 不是 为什么? 本来就是这样的样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就是性德 也不是古人创造、发明、建立的 不是 一个觉悟的人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样子 之后迷悟的人才走了样子 他才有贪亲之慢 他走样子 变质了 真正觉悟的人就是这样的样子 所以称之为性德 所以称之为性德 我们随信性德 就是真正能够得到 吉祥如意 幸福圆满 这样就得到了 所以觉悟的人 他不会有恶念 他不会有恶念 恶念 况且没有 那还有恶的言语 恶的行为 所以他过去的生活 叫做正常的生活 现在我们看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完全是正常的生活 全部都是随信性德 我们愿意随信性德 愿意随信性德的自然 跟随信性德的人一起生活 这也是《词传》里面所说的 物以累累,人以群分 不是神的安排 也不是严罗王安排的 与佛菩萨更无关系 到底是谁安排呢? 是自己爱好、兴趣安排的 你喜欢哪一类 你自然就进入了这个团体 这个俱乐部 兴之所好 气微相投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六道也不外乎是这个道理 因此 经论 祖师大德经常说 各人因果、各人负责 这些都是真话 都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有了宿命通 六通前面 我们学得不少 是我们自性的本能 我们这种能力 跟十方诸佛如来 跟阿弥陀佛没有什么分别的 只是人家圆满觉悟 这六种能力 圆满这样恢复 我们今天有了障碍 有妄想分别执着 需要有这六种能力 这六种能力 不能够得到 圆满的得用 那什么时候得到 佛说得很清楚 只要你将障碍去除 能力就恢复了 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真真正常的标准 就是承佛 承佛你才是一个正常的人 用这些来说 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未承佛的人都有病态 六道里面是极严重的病态 能力几乎丧失 退尽 只剩下一些些 朱天比我们强一些 亦有严重的病 到四圣法界了 才可以说病轻一些 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 还会带一些病 超越十法界 到了一真法界 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 实在是一真法界 实在是佛布庄严图 这是正常的人 我们现在想想 我们是希望做正常的人 或是做不正常的人 不正常的人很辛苦 学佛没有其他的 学佛就是要恢复我们 希望做正常的人 这些道理不能够不知道 搞清楚 搞明白了 要问为何要学佛呢? 很简单 我希望恢够恢复健康 我不希望带着病痛 四圣 十法界这些六度都是重病 四圣法界是轻病 都不是真正健康的人 都不是真正健康的人 健康的人 能力就恢复了 下面说 极乐世界的人 二圣 极远之过去八万劫士 这些是什么人? 是阿罗汉 逼之佛 这是二成 知八万劫士 知八万劫士 是辟之佛 阿罗汉 还做不到 《菩萨所知无极》 这个菩萨是发身菩萨 超越了十法界 实报庄严土的菩萨 他们的宿命秃是无限计的 没有界限 真的是无量劫前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知道自己 亦都知道别人 甘愿文言 无量劫时宿命 故此此为大圣菩萨之通也 这一句是说明 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的宿命通是知无量劫 换句话说 这些是发身菩萨之通 不是十法界 十法界没有这些能力 下面讲 此愿含意意 一者如日本情献法师 不知宿命固 不知宿命固 于善不尽 于恶不恐 六道凡夫 不是这样的样子吗 十字 戒律 戒律威仪是好事 知道是好 不去做 不能够精进 贪親自慢 十恶业 知道这是不善的 日日去做 不怕 为什么呢 没有宿命通 如果他真的有宿命通 他就不敢做恶业了 有三线度的果报 做恶的有三恶度的果报 虎落的悬殊太远了 不敢不认真地学习 慢线 鞋台 众恶造作 只为不知宿业也 这句话非常感叹 什么人六道众生 佛菩萨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自己的宿命 也知道其他人的宿命 古人有一句说话说得很好 是对凡夫说的 欲知过去因 你要想知道你过去世造作的什么因 今生受这事 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了 果报 前世造的业 这一生就得了果报 欲知来世果 我未来世怎样 今生作者事 我这一生做的是什么业 我这一生所作所为 来世果报 这一生所受的这些苦乐 是过去生中做的业报 这两句话 你要真正的听得懂 搞明白了 那就心平气和了 遇到怎样的困苦 很艰难 你都不会怨天尤人 你会自己反省 自己改过自身 有没有作用 有作用的 能将过去生中做的不善的业 减轻了 可以将现前所受的缓和 那就是改造命运 改造命运是要靠自己的 其他人对你无能为力 要靠其他人来帮助你 改造命运 这是迷信 这是骗人的 佛菩萨绝对不会骗人 你们读过了凡四分 你看 魂谷禅师教育了凡的 这些开道说话 尤凡先生听懂了 接受了 回去依教奉行 果然命运就改了 连寿命都延长了 原料凡先生 原本的寿命 自有五十三岁 他明白 知道之后 一生努力 孙春 秀努力 寿命 seguir 有五十四岁 新闻 公园 人不能夠不知道 現在我們看世間人敢做惡 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佛法 也不相信古聖先賢 心裏面 只存著眼前的明文利養 無止境地追求 生活得非常辛苦 他的慾望沒有滿足的時候 到死後 度在惡道裏面 後悔莫及 下面 被羅漢益尼尼尼虎流血案 這是佛經裏面所說的 有一位阿羅漢 阿羅漢得宿命通 他看到過去世 自己在地獄裏面 受那些痛苦 慘痛 一上起來 恐怖到極 流出血汗 上到果報 當然 他知道這些是甚麼的原因 在果上 我們能夠看到因 從因上 靈透看到未來的果 之間 永遠忍受眼前的苦報 我們亦不敢用非分的財物 為甚麼未來的苦很重 那何必呢? 福增 這是人的名字 古大德的名字 見仙世骨佛開悟 這些事情確實有特殊的緣分 知道前世的人死後 施骨葬在哪個地方 忽然見到前世 這個開悟是真正明白的 古聖先賢的教誨 佛菩薩的開道是真的不是假的 這些是小誤 完全能夠接受了 願意依教奉行 現在我們清楚了 我們每日沒有離開經本 受佛菩薩的分擇 我們知道有西方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無比殊聖的莊嚴 我們知道有因緣得生淨土 這個機緣就要看我們這一生 能不能夠真正把它掌握住 不要讓它空過 這個事情在一生當中 真的叫做第一件大事 下面說 又有人 不知千世無 應該是先世的母親 現在遇到了 取之以為妻 她這個妻子前世就是她母親 她不知 她不知先世冤 下面這個是先世的冤家 不知是先世的冤家 她不知不知道 不知冤家不進門 佛在經上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一家人的關係不外乎 報恩報怨,討債還債 報怨的是冤家,討債的也是冤家 這些都是不知道宿命的 不知先世父,以為美食 前一世的父親墮到畜生度 變成豬,變成羊,不知 前世是父親,以一生將他剖了,殺了,吃了,以為美食 皆迷宿命時,著今世樂 不知過去生中宿命的事情 貪著現前的享受 忽聞本源,皆生厭深者也 立即,你就明白了 你搞清楚了 過去生生世世的葉緣 你就能夠生起厭惡六道輪迴這個意念 不再想搞六道輪迴,六道輪迴裏頭太殘酷 下面說 古極樂國人,應據宿命自通 知眾生宿世行業,恩世有道,以為化道眾生之方便 宿命自通 對菩薩來說 教化眾生,他能夠觀機 一看,看到你過去生生世世所做這些行業 他都清楚 他跟你講經教學 跟你講法 你聽了,能夠深受感動 原因是這樣 為甚麼呢? 你阿賴耶色裡頭有這些雜器種子 菩薩不講 你不知道的 菩薩一講明 坎然感覺好像確實有這件事情 容易回頭 容易覺悟 所以佛菩薩教人為何如此容易呢? 佛菩薩聚足六通 知道眾生過去、現在、未來 他是好教的 所以他作為教化眾生的方便 二者靜趙雲 若悉宿命則不自高 憶念過去無諸功德 但依佛誓得生此覺 靜趙法師這句是對的 很有道理 你生到西方極力世界 這麼高我慢的念頭消除了 為甚麼? 自己知道過去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是怎樣的? 生生世世沒有真正的功德 不是就祖成佛嗎? 我們這一生生到西方極力世界 到達極力世界 就成阿為月之菩薩了 不得了 你想想想 人能夠更高我慢嗎? 但是知道過去生生世世沒有這些功德 無問心就不會生起來了 完全是依靠阿彌陀佛本願威神加持 你一生才能夠脫離六道 脫離十塊街 生到阿彌陀佛極力世界 所以你的態度 無論是自己修學或是教化眾生 因為到達西方極力世界 就有這些能力 十法界眾生有感 你跟佛身菩薩一樣 你能夠認 認以什麼生 道化眾生 你就能夠以什麼生 這個時候現身 心平氣和 不單止沒有傲慢 傲慢的雜氣都不會現前 為何? 這是彌陀本願威神之力 如果不是集氣一來 你又墮落了 凡是生到西方極力世界 都是圓正三不退 唯不退、行不退、念不退 跟法身菩薩沒有兩樣 這個殊性的利益 除極力世界之外 找不到的 你要知道 傲慢疾道那種雜氣 多濃厚、多深 不退不退、行不乾淨 不退、行不乾淨 所以凡夫成佛 真是要無量劫地修行 只有這條路快速、穩當、一生成就 由情獻雲 往生彼覺者 賤先知宿命 深養佛德 這個宿命之通 是佛力加持的 所以對阿彌陀佛感恩 故極樂國人 因宿命之通 而未上養佛德 老師的恩德、老師的加持 這一段說是宿命通 是智性本來聚足的 我們迷失了 恢復有一定的好處 我們再看下面 動視設定 這是天眼跟天耳 知十方去來現在之時 去是過去 來是未來 現是現在 知道過去、現在、未來的事 是甚麼呢? 你看到了、聽到了 我們在這個世間 學佛的同學裏面有 有天眼的 能力並不是很強 他能夠看到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有時候看到佛菩薩 有時候看到鬼神 有時候看到異象 他能夠看、他不能夠聽 還有一種能力 他能夠聽、他看不到 能聽、不能夠看是天意 能看、不能夠聽是天眼 能看、不能夠聽是天眼 有時候帶給我們一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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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讓我們透出這些吉空磨福 這些資訊 可不可以相信他? 我們學佛的人不可以迷信 一定要用智慧去判斷 一定要用智慧去判斷 要依經論裏面所說的理論方法來應對 為甚麼呢? 這種小通鬼神都有 鬼神負在人身上 這個人亦變成小神通 鬼神離開了 他的能力就沒有 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是鬼神負身 佛菩薩會不會負? 當然有可能,但是很少 凡是父體 父親傳達的資訊 都要很小心、很謹慎 不要被他騙了 所以凡是吉空磨福這些事情 寧言也好 寧媒傳達的資訊也好 我們自己心中有個主宰 就是端正心念 為甚麼? 佛經經常說得很清楚 一切法從心上生 意念端正了 能夠逢空化吉 能夠化解災難 能夠化解災難 這一點重要 他傳達的資訊要求我們要做甚麼 做的是非常合理的 可以做 好像教我們念佛 這個可以做 念佛應該是念的 教我們其他不合理的 我們就不可以接受了 令我們要斷惡修善 這個正確 要改邪歸正 這個也正確 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與這些經典教誨不相應的 我們一概不接受的 這樣就對了 你看佛教導我們 我們無論修甚麼法門 就是淨土宗也不例外 淨土宗修行方法也很多 給我們一個總的指標 是甚麼指標 清淨、平等、覺悟 我們不求其他的 不是求逃避現實 這個地方有災難 這個地方沒有 我去那裏 那就錯了 我們修學的方法 求清淨心 這是對的 清淨心現前 極樂世界就現前了 極樂世界就方便有餘土 現前 台設大悟 這是正覺現前 西方世界實報莊嚴土 現前 這是真正叫修正土 你看 心靜則佛土正 雖然我們非常認真努力地學習 在這裏修行 我們依舊感恩 阿彌陀佛 感恩祂本願加持我們 讓我們成就 一絲毫 我慢的念頭都不生起 這便是對的 極樂國人的天眼、天眼、天耳 也了不起 知十方 去來現在 這就是三世 全能夠知道十方、三世 這些事情 他們看到 聽到 動 動者 心也 通也 這意思是 徹者 通也 明也 十方指 空間,去來現在,就是過去未來與現在,未來與現在,指時間。 去,成上宿命通願,指之十方過去,無量劫中宿命所作善惡之事。 釋迦動詞節停,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事,所作所為。 菩薩全部都看到,全部都聽到。 人,學佛的人,心底要正大光明。 凡是見不到人的事,不要去做。怕人聽到的事,不可以去做。 光明磊落,這個是正常人。 起心動念,所作所為。怕人知道,鬼鬼祟祟。 中國人這種形容詞,誰去做?是鬼做的,不是人做的。 就知道了。凡是不見得人的事情,怕人知道的事情,都是墮落沙漠。 這要清楚。我起了這個心念,乾這個行為,就是做沙漠道的業。 你將來去哪裏?到沙漠道去。 我不願意墮沙漠道。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 就不怕了,不繼續提防任何人。 人人都可以看,人人都可以聽。歡迎大家來參觀,來聽聞。 這是人做的事情。 這是佛菩薩所做的事情。 以下言之十方,未來與現在之事。 則,第七,天眼通願,與第八,天耳通願也。 下面我們會再詳細講明這兩個願。 天耳通願,天耳通願,天耳通願,天耳通願。 天耳通有名,天耳智通。 由此可知到,六通,其實它的基礎都是智慧。 而是智慧起了作用。 在不同的工具都不一樣。 它起的作用就不一樣了。 其實全都是智慧。 就像我們現在用電, 你看電一樣的東西。 在燈上,它放光。 在電熱器,它發熱。 在電視機上,它顯像是一個電。 機器不同。 它的作用就不一樣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的眼耳鼻舌身, 這五根不同。 包括二根就是六根。 不相同的。 全部是智慧本具的智慧。 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 在眼就叫做見,在耳就叫做聞。 在鼻叫做臭,在舌叫做常。 在身叫做竹,在耳叫做知。 是智慧本具般若智慧。 所以,它也是叫做智慧。 又名生死智慧。 天眼又名生死智慧。 你生死都可以看到。 過去、現在、未來。 特別是說到未來。 未來都可以看到。 這是奇怪的。 未來還未來, 你怎樣看到? 我們怎樣去理解? 就是呢? 你看到現前的因。 這個因會有現象。 就看到未來的果。 在今日所看到的, 明日念頭變了。 明日這個果, 未來的果又變了。 至於它不確定的。 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就看到古人的語言。 這個法國, 諾查丹麥斯的語言。 幾百年了, 六百年前。 六百年前, 它看到現在地球上的事情。 這個災難,它看到。 有時候看得不靈。 這是什麼? 它在這個時候所看的。 我們現在, 一切法從心上生。 現在的人心, 念頭在變化。 一變化, 外面的相就變化了。 相由心生。 它明明看到有災難, 但是現在的人聽到災難, 回心向前, 大家都念佛,大家都祈禱, 災難就沒有了。 不是它看得不準, 它真的看準。 而且現在這些人, 它的端正心念, 這災難就不見了。 就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 宇宙好像萬花筒一樣, 千變萬化。 它這個時候, 看是真的, 一點都不假。 非常準確。 但是, 今天, 它是否像他所說的, 它頭有變數。 這個變數, 它把握不到。 就像算命一樣。 我舉一個例子。 學法的同學, 很多人都讀過了凡思芬。 孔先生, 尼凡先生算了, 尼凡先生算了, 是否算是靈靈呢? 沿曲蟬先生一教, 它便不靈了。 你問它是否靈靈呢? 靈。 為何它前面20年, 這麼靈呢? 一絲猶差錯也沒有, 20年之後, 事情就不靈了。 差距有這麼大, 那是甚麼原因呢? 念頭改變了。 念頭改變了, 宿命通的人知道嗎? 知道。 它現在, 和你算命又是一個演算法, 就不是前面的說法。 所以, 命運是怎樣? 命是天天算才是準確。 你隔了兩天, 它便不準確。 宇宙之間產生的變化, 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亦都是這個道理。 它是生動的, 不變化很大, 它不是一成不變。 所以, 我們明白這個事實真相, 這個問題便解決了。 把握到最重要的原則, 是端正念頭。 這個很重要。 起心動念, 來益一切眾生。 為一切眾生福祉去上, 不要去搞個人。 不要想個人, 個人便加了毒素在裡頭。 再好的事情, 都會變壞。 加一些自己的意念, 在裡頭都會變壞了。 一絲毫都不能加進去。 這樣叫做, 徐順聖德。 聖德裏面, 無我。 金剛經上講得很清楚,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仇者相。 不單止無相, 連五頭都要無。 所以, 金剛經後面的半部講, 無我見, 無人見, 無眾生見, 無仇者見, 無仇者見, 宰者見, 盛起來容易, 做起來就是難。 難是適當什麼地方? 名利心太重, 雜氣尤其是難除, 但不知不覺, 他便起心动念 不是斜了便是偏了 很不容易把持住中道 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谁能把持中道? 大乘的标准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便能把持 还有起心动念便不能把持 起心动念是无耻无名在作祟 千起作用 我们学佛的人今天 没有办法抗拒烦恼集气 只有一个方法 你真的要真做 一点都不可以假 死心塔地 依靠阿弥陀佛 而六时钟就是一句六字鸿鸣 便是真受用 真能够把持住自己的 中道第一移体 不会有所偏邪 是要感激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加持 全部都是自己做 嗜好都不能动摇 一动摇便偏了 不是偏便邪 下面说天眼 天眼是什么呢? 天趣之眼 这个趣就是天道 天道之眼 能见粗势远近一切知识 及众生未来生死之上 天人可以看到 天是很复杂的 在经教里面 说给我们听 有28层 越往上面去 能力的就是越大 最下面的四王天 再往上去是兜离天 耶摩天 兜率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化乐天 都是叫欲戒天 为何呢? 财色明食碎 这五欲没有断 只是越往上去 越淡化 再往上去就是色戒天 欲望完全控制住 虽然没有断根 他不起作用 他禅定起作用 所以得初禅 这个是色戒天 所以称色戒 就是欲全部伏住 不起作用 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体会到 伏烦恼 需要定功 没有定功 烦恼是复不住的 但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 就是复烦恼 烦恼复不住 不能够往生 这个要知道 我们念佛这个功夫 要能够 就等于 好像跟初禅的力量相等 初禅能复烦恼 我们念佛的功夫 亦可以复烦恼 这是功夫成片 决定往生 不单只决定 而且你还能够自在往生 你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看这个世界 多看几年 不妨碍 往生真有把握 就凭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 念佛三尾 功夫成片 它不是用潜定的方法 它用念佛的方法 它有这个力量 复烦恼的力量 等于初禅 这个不能够不知道 不要以为我们念佛一天 念十万星 那就错了 不见得 古人说得好 十万星有什么用 口念 微陀 心散乱 坑坑喉咙也枉然 这是祖师大德说的 是真话 一日到晚念十万星佛号 还有妄想 你这样就没用了 天人有天眼 能够看得很清楚 你这一生 写了之后 往生 你自己不知道 它看到的 那天人对你非常尊敬 为什么 女尸延环 没有去到 知道你一定会去 看到你将来有一日 一定会去 你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它怎样不尊重你 下面引用自道论 自道论第五卷 自道论有一百卷 第五 天眼所见 至地及下地 括弧里面说 例如 天人 则天道为自地 修罗人 畜生 鬼 地獄 五道为下地 在它之下 它统统都看到 就是它以下 那里面六道众生 诸物 若近若远 若粗 若細 朱色 莫不能照 它全部都看到 是说天人 有天眼通者 背疏弱 能见六道众生 死此生彼 虎落等上 及见一切障碍障碍 世出世间 种种形式 无有障碍也 这个障碍下面 便会说到 例如我们这个房子里面 房间里面 就是有障碍 房间外面 叫做障碍 内外 它统统都见到 这个障碍 它能够透视 它能够见六道众生 在六道进生 迷回的现象 它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死 这个地方它就投生了 它又去找个身体 虎落等上 这个讲是虎落的 讲果 从果 我们就上到因 它做作不善 它受的是虎布 它做的是善的 它受的是落布 虎落等上 实在讲 六道里面 通通都有 对欲里面 有没有落丫 有 好 立刻来跟我们说 提陀达多多阿比地狱 它在阿比地狱里面 所享受的 跟兜离天 没有分别 它确实在地狱 但是它在地狱里面 没有受苦 受落 这个是什么原因 它做作得是罪 是阿比地狱罪 但是它做的是好事 为何是好事 帮助释迦牟尼佛 圣佛 这就是好事 所以在地狱里面 它是没有受苦 它是受落 但是苦还是有 好像炎罗王那样 炎罗王在地狱 每日还要有一次吞热 热铁丸 那就是苦 就好像他身体有病 每日必须吃苦药 他不吃苦药不行 一天要吃一次 这就是他的苦 我们细心去观察思维 非常合理 要致这个人不孝顺父母 对父母没有恭敬心 那是什么罪 阿比地狱 但是他在社会上做了好多好事 帮助很多苦难的人 那他对地狱就不会受什么苦 这种果报在法佛里面说 布有两种 因为业不相同 业有隐业 有满业 隐业是引导你去哪一处投胎 这个叫做隐业 不孝顺父母 这是引导你到地狱投胎 但是满业呢?满业是你的行善 你帮助很多苦难的人行善 这是什么? 就是你得到的果报之后 以后苦乐不一样 好似我们世间人 我们大家都去人生 人为何业得到人生? 都是过去生中收五戒十善 我们得到人生 一样 平等的 为何我们这一生苦乐不一样? 有人做大官发大财 有人贫穷下战 这是满业不同 这是过去生中 他发大财 他财布施多 他用钱财帮助一些苦难人 救济穷苦 这是一生发大财 过去生中 他虽然是孝养父母 但是他为人很刻薄 很小气 很孤寒 他这一生就贫穷果报 不一样 这个佛经常说得很透切 你细心去想一想 他真有道理 如果拿了一些不义的财 又不去做不义的事 那就非常苦了 堵恶道受无量的苦 以不义之财做一些好事 他一样要堵恶趣 都要堵 但是 他没有受什么苦 像现在这些富贵的人家 我们看到很多人养宠物 养小猫、小狗、小宠物 这些畜生度 这个做不善的业就是度和畜生度 但他们都是享福的 很多人爱护他 他们的喜居、照顾生活 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此享福 满业不一样 所以这两种你都要搞清楚 你才了解这个世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因果丝毫都不差 如果不是深入精壮 如果不是真正得到清淨心 你的清淨心是好的 这个能够正悟 你的能力就慢慢恢复了 没有恢复 心入精壮 天天离不开佛祖的教会 慢慢你就听清楚了 你明白 亦都觉悟 叫解悟 方下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正悟 这些是见到一切障外障内 六道里头的凡夫 例如围墙是将凡夫 但见墙内 不不知墙外之一切 天眼能见将爱 故通达无碍 这个要真正的得天眼 鬼神也有五通 但他有他的障外障内 人间的墙 他没有障外 他自己的那种墙 就有他的障外 他也没有办法 这是为什么呢? 空间维持不一样 障外在哪里来的? 是自己执着造成的 执着方向 障外就没有了 只要你有执着 就有障外了 有分别 有大小 有远近 有时间和空间 下面说 又 彼国 这是 极乐世界 弥陀佛国 天人知天眼 这个说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土里面的天人 他们有天眼 远圆圣二成 及诸天知天眼 超过太多了 这个我们知道 这些是阿弥陀佛 这些是阿弥陀佛 本愿里面 天眼通愿 天意通愿的加持 这些是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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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阿弥陀佛的神 不作意者二千 作意者三千 这个不作意 就是他们随时都能够看到 例如他的天眼 能够看到 小胜的人 看到一千界 就是 一千个单位世界 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如果作意就是注意地看 在注意看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 二千个国土 能够看到 这么多大声闻 不作意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 两千 作意就注意到 看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三千 三千大千世界 原各小者 不作意二千 作意三千 其大者 作意不作意 皆见三千 大千世界事 这里是讲二成 阿罗汉 阿罗汉 跟迫之佛 他们最大的现量 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尊佛的教化区 他们通通都能够看到 通通能够听到 通通能够听到 你能见到 这么大的范围 诸佛菩萨 见无量世界事 这些菩萨是 法身菩萨 他的天眼、天耳 跟诸佛 没有分别 我们只能够在想象中 知道一些 法身菩萨 地位越高 我想清澈到不一样 在下位的 好像十柱 十行 他看到了 没有十地菩萨 那么清楚 因为他的无名杂悲 很重 他没有看到 粗的相 他看得很清楚 西相看不到 不清楚 好像三十以上 八十种好 三十以上 大相 他很清楚 八十种好 就比较模糊一些 举这个例子 实际上 西方世界的人 这些众生 他们的形相 肤色 相貌 阿弥陀佛 完全相同 没有一些分别 真是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谁能够看到 正德法身的人 都能够看到 就是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通通都能够看到 决定不是姓文 原国 这些凡夫小姓 能够看到的 至于 彼国天人 这个彼国是极乐世界 不问 作意 不作意 所见世界 与众生生死流转 及其 因缘 业行 丸超 异乘 如 宋役 第五 缘弱 缘役本里 见宋役 有这段经文 一切皆得清静天眼 能见八千巨子 百万那由他亿 世界粗势的色相 这个地方的巨子 此地说是百万 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 说千万 是百万 到底是千万 还是百万呢 经典里面都有这样的 说法 也由他翻作益 能见百千巨子 那由他世界 这些境界 总的来说 我们在《花盐经》里面所说的 这些境界 特别是 严守国师的 妄进还原官 天眼动视 天耳切听 应该 这个能见量 跟诸佛如来相等 的 这个是片法界 虚空界 我们通常用来形容 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 利用它 是否这个境界应当说得通 为何 他明心见性 见性 哪里会有障碍 没有见性 十法界里面的佛 有障碍 因为没有见性 见性 没有可能再有障碍 这是肯定的 这样修行人 由此可知 见性之可贵 见性是恢复你自性的本能 恢复之道 无目标 放下 分别执着妄想 就可以了 这些事情 害我们害得很苦 好 无耻劫到今天 我们六根的能量 变得很小 如果还有执着 还有分别 有坚固的执着分别 来生还会更小 为什么说来生更小呢 畜生见量就不如人 恶鬼见量就不如畜生 地狱的见量就更加少 它是随着你心量的大小 原本的心量是如何的呢 还原观上说 含蓉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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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州沙界是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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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它 我讨厌它 这个心量就很小 不知道 能够跟自己一体 所以起了分别执着 将心量变得这么小 越少越可怜 越少叶障就越重 烦恼就越多 智慧就没有了 我们看最后这一行 金经云动视 特别要注意到这两个字 动视 十方去来 现在之事 即能见无量世界之事 我们看见 《极乐国人之通》 是说极乐世界的人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包括凡圣同俱土 下下品往生的 他们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加持 这个本愿 就是这里说这一个愿 他们的通 实是佛菩萨神通也 这句话 言词非常肯定的 实实在在是 诸佛与法身菩萨的神通 阿弥陀佛的加持 是真的 不会是假的 你说还得了吗 我们要离开阿弥陀佛 凭着自己 想收到这个境界 真是不容易的 摆在我们的眼前 真是好像很简单 最稳当 最快速 最究竟最圆满的 这一样的法满 我们还可以当面错过吗 在我们的本能 自性本有的能力 我们也要把这一生的缘分 机缘把握住 不能轻易放过 你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功 决定成功 没有其他的 诸念阿弥陀佛 其他的呢 其他的都放下 记住 金刚经上一句话 法上应写 何方非法呢 这个法是释迦牟尼佛 49年所说的一切法 这个都要写掉 何方世间这些东西呢 你还留恋它 留恋它 就变成了往生的障碍 所以在这个世间 我们是专收这个法门 一定要成功 我们也帮助有缘的众生 帮助有缘的众生 要懂得随缘 不要攀缘 这一点非常重要 攀缘是有心去做错的 无心 别人来找我 走走对我们自己没有障碍 对别人有好处的 自他两利 这件事情可以做 如果这个事情 对他有利益 对我没有利益 要考虑 为什么 你真是菩萨 就没有问题了 你如果不是真是菩萨 那就障碍你往生 这个机会就失掉了 那就太可惜了 这不是孤寒 这个不是感情用事 为什么 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再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那就容易了 自己保证三不退 唯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你就是法身菩萨 到极乐世界 虽然不是法身菩萨 但是阿弥陀佛 四十百元的加持理 你和法身菩萨 没有什么分别 你可以回到地球上 来普渡众生 你一点都没有障碍 就好像帮助人 在河里面快要浸死 赶快去救他 但是你不懂游水 你就白送一条命了 你先要将游水的本能学好 回头再看到人跌到水 你就可以去救他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学这样的本事了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去选择 不可以有丝毫的感情作用 下面有此愿意有意说 第一个说法 如望西若 或讨众生 以不见于诸苦果 故不恐苦恩 亦以不见诸乐果 故不收乐恩 发藏 发藏 吻念似等众生 选择此愿 涉众生也 用这个愿力来加持 被涉受的这些众生 特别是凡性同居土 这个说得很好 或者 有这样的一个国土 里面有的众生 就像我们现在地球那样 因为里面的众生 没有看到地落的苦 饿鬼的苦 畜生的苦 虽然知道 但是不清楚 很模糊 所以 他对于造作这些苦恩 杀到淫妄 他没有感觉到很可怕 这个恐是恐惧 没有感觉到可怕 还是天天地去做 做得不亦乐福 他如果真正知道苦果 他就不敢去做了 亦以不见诸乐果 既落世界 诸天的福报 没有看到 所以他不收善恩 乐恩就是善恩 用我们这个世界现实的环境来解释 大家都很清楚 你说今天 为什么人做恶业 他不怕呢 善恩他不收 为什么古人收 为什么古人收 古人 那个时候的社会 是讲这些道理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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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乐果报 实际上 就在现前 不但他看不到 还疏忽了 古人 古人对这些事情 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从小就教了 而且古人 他不单止教 他自己真是去做 所以 小孩子从小就养成习惯 养成善心 善言善行 是叫扎根教育 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清朝末年 虽然不是那么好 但是 那种 断岳修线的 迹象 还有 你还能够看到 抗战之后 真的没有了 我们也看不到 现在不但看不到 没有人去说 听也没有听过 这个问题 真是严重 古人的因果教育 国家提倡 成王庙 国家尊崇宗宗教教育 成王庙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展示 因果的报应 特别是 愕恩 愕和 入去成王庙 哪一个不受感动 齐素平居士 在山东兴文苑 做了一个地工 就是把江日子的画 地獄变相图 把他造成的模型 做出来给我看过一次 很多很多人参观之后 都受到感动 是很好的教育 中国古代 历代的皇帝 他们没有一个不提倡 确实帮助了不少人回头事案 确实帮助了不少人回头事案 人人都必须要学的 谁去教 父母去教 你家里面的老人家去教 从前是大家庭 你的父母 你的叔叔伯伯 全都是你的长辈 大家庭 中国人通常一家 上下至少有300人 左右 是团体的生活 是社会的组织 所以家庭 各自 各自以后天下平 大家庭 中国人的家 古时候说家 就是这样的家 现在没有了 抗战胜利之后 中国人确实是家破人亡 自己一家人都不认识 中国传统的家庭 一般都是五代同堂 好像我自己身体 往上去 我有父母 父母再上去 有祖父母 曾祖父母 到高祖父母 在下面 自己有儿子 有孙子 曾孙子 有曾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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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元孙 从上面到下面 九个代 是这样的家庭 所以叫做九族 九代同堂 天倫之乐 這個之後在古典裏面才能看到 不可能再有這種社會 可惜 這麽大的家庭 對倫理道德因果教育都沒有了 這個家庭如何維持 所以非常重視認真教學 大人要做得到下一代的好榜樣 這個國家這個族群 幾千年來長治久安 他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真正去做 人人都學會了自律 自律的人就是比其他人做一個好樣子 所以社會長和 這個族群這個國家就好像一家人一樣 五輪就是一家 四海之愛皆兄弟 這是一家人 一家人才能夠相親相愛 才能夠互相關懷 互相照顧 互相合作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多麼長和 這個社會多麼長和 現在我們只是在讀古原書裏面才能夠 想望到 這個是真友 在哪裡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就有這樣的社會 極樂世界確實是一家人 大家長就是阿彌陀佛 其他的都是兄弟姊妹 其他都是兄弟姊妹 其他都是兄弟姊妹 的圓滿流露 中國股市後 大同也好 少康也好 怎樣支付都支付不上極樂世界 真的能夠做到 究竟圓滿 所以法狀確實 他是考察、学习 诸佛策讨中的苦乐、因果这些事情 精心地在这里选择 希望西方说得很有道理 发作敏念似等众生,选择此愿,摄受众生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非常向往 很想早一日去 由回疏若欲眼眉劣,不见一子之爱 但愿目前思重于此,不见地狱重苦,勤修无勇 不见淨土盛乐,恩求念淡 这句话里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是六度凡夫 确实是肉眼分媚 隔一张纸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外面 只看到眼前,眼光是很短的 思重于此,这是分别执着 就是他见闻这个圈子里头 所以他不见到地狱的重苦 如何去勤修? 无勇就不精进了 无办法精进 想精进的,他精进不起来 不见极乐世界的殊胜之妙乐 虽然因求,但因求的念很淡 不肯切 什么原因?不见到 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修正土的有没有勇猛精进? 有,但到真正往生的时候 还贪恋这个地方 情执放不下,烦恼集气 依旧受干扰 这个是什么?障碍往生 往生是要依靠助念 助念要愈法 如果不愈法,效果仍是有问题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再继续讲一下 往生如何能不受障碍? 这是大问题 遍遍 遍 遍 冷静 入睡 温